Hello 大家好 我是一瓶如期板栗将 那么今天呢 当当当当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十一重磅福利 这个是得益于我们的这个欧皇喵姐 Hello 在这个未定课了一定金额之后呢 非常幸运地被官方抽中了 获得了这个中秋的这个礼包 那像我这种又穷又飞的非洲原住民呢 就只能过来蹭一下欧气给大家 把这个喵姐的这个拿过来 借花献福啊 给大家做一期这个开箱的视频 OK 那我们话不多说 开始拆吧 我们这个拆包实在是非常非常的 他家这个包每次来了以后就 对 他这个外包装 看着非常的直男 就是迷糊又 这个外包装就能可见一般有多直男这一个公司 OK OK 好 捏泡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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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剩多大压力 哈哈哈 嗯 就看裹得还挺严实的 这礼盒看里面不是很大哈 这是怎么开的啊 嗯 礼盒的这个啊 噔噔噔 给大家先看一张全家服 好可爱 诶 这个里面居然有女主的是吗 是有女主的瑶瑶乐吗 这是那个瑶瑶乐的图对不对 我记得 这应该是背垫吧 是背垫吗 居然有女主的周边吗 我不记得女主有瑶瑶乐的 我的天呐 哈哈哈 其实就是我觉得会定女主她要能出点那个什么女主的徽章 比如说戴着你是抢勒的徽章 或者女主的那个衣服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就出点类似这种的就代表女主身份的 大家可以往身上挂的东西还挺好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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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什么呀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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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这个是一个什么 哦 这是那张贺卡是吗 你知道什么 HAPPY MID AUTOM FESTIVAL 中秋快乐 中秋快乐我们可以大家看一下他中间的这个 哎哎哎哎 我手抬了 对不起 你要不要开一下 来看一下 来大家看一下 这个非常官方的 官方无比的这个祝福 佳节将至 中秋快乐 感谢由你一路同行 未定事件部 米忽悠 好的 OK啊 这个就是丝毫没有亮点的一张贺卡 放到旁边 OK 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 摇摇乐的几个板吧 嗯对 它是得自己组装的 然后据那天喵姐说 好像这个里面 墨逸的是错版的 他们说是印错了版的 来我们一点一点揭晓 再看它错版能有多错 嗯 我好像也没看出来哪不对啊 我也不知道 大家观察一下 这哪哪不对吗 是不是这个词评错了 我好像也没评错呀 这怎么还空了一样 所有人的词都是完整的 你看他们的代号 都是一行 那这个也是天平一行 对吧 小鹿总也是一行 然后就是这个太长了 中间还有一个连字符 非常好 盈盈威老师表示 看到连字符很舒适 到底哪错了呢 哇两个人面面相亲 看不出来哪错了 哎 他说错了就错了 你再多收一个不好吗 然后这边是这个杯垫 还挺好看的 我觉得挺好看的 嗯 挺好看的 这个质感 质感还不错 墨益的叶子都是没印象 哎 你的这个关注点很优秀啊 今天墨一声没有劈叉 什么 墨一声心想 我十一终于可以放假了 是吗 不用劈叉了 OK 好 然后其他的杯垫应该 我们就都拆了吧 好吧 都拆了吧 回头摆在一起打一起看一眼 不仅说那个红的那一段 老觉得特别像杜东 我也觉得 这陆景和中间穿的 跟个哪儿一样 而且他们的这个 他的耳朵上面的耳环 他的这个耳朵上面是有设计的 就这两个本身自己耳朵上就有了 他这耳环也是很用心了 对 可爱可爱 非常可爱 这个耳环的设计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夏艳的 这个夏艳看成了副艳 你不刚吃完饭吗 对不起 我以为他这个牌里会捧一只肚鸭 对不起 想太多了 他挺可爱的 他这个耳朵 就是夏艳特别适合 这种大眼睛Q版 因为他的眼睛本来就很大 所以他特别适合Q版 你说的有道理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 作然的 好看 我请这张衣服 这张 这个这是中山装吗 应该不算中山装 那这算是一个什么服装 好了不要随便说了 对不起 我感觉我要回头 我要被口具挡 拉出去枪毙了 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几个小杯垫 我们来拆我们的这个 瑶瑶乐 我现在也是 我看见这个带 带翼字 我想看它批眉奇差 这有个膜 你们看见了没 人家能看得这样吗 你们看 这有一个膜 好吧 大家表示我们是匣子 看不见 我撕出来 撕出来 就是你们 如果有人买了瑶瑶乐 你不要一上来在那里 直接物理攻击 把这个撕掉 它自然而然 它就下来了 下来了 对对对对 我好像get了 要这么连环组装 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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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这个插在这儿 然后呢 再把这个插在这儿 另外一片 再把这个插在这儿 就对了 对吧 机智如我 真不容易 我太聪明了 不愧是莫夫人 就是智商高 是不是 你还摔着它 对就挺紧的 你这也别紧来紧去 乖乖 OK 想什么呢 成了成了成了 你看 其实还挺好的 这个 这样这样掰起来 然后我们可以放得远一点 你看一下 还挺可爱的 是啊 不要晃了 是的 就感觉它就是 你不觉得 特别像个江湖骗子吗 就是拿个 拿个这根扇子 然后在那里 跟个 就也跟个 跟个六鸟大 也 还是 江湖骗子 对不起 我不是一个 莫夫人 哎呀 翻车了 莫义你车速太快了 也不小心就翻了 对不起 OK 这个是莫义的一个摇摇乐 我们把拼完的放在 放在这个下面 然后我们接下来来拼一下 哪吒 小陆总 你也可以拼 你可以在 你可以在这边拼 你在干嘛呢 我在 我在整理 整理屁 你咋这么想会呢 开心的整理 不愧是左然的夫人 太想会 哎呦 来 我来开一下 这个小陆总 为什么我要先开 这两个人呢 因为我想修复一下 他们形同陌路的关系 先把这个师徒组啊 让他们笔尖站在一起 是吧 拍一张毕业照 什么的 来 我们所有的后宫都已经列阵在此 看各位看关键网上想翻谁的牌子呢 好 我们刚刚经过了 你走开 我莫夫人还没说话呢 我们来分赃是吗 OK啊 来 我们来可以看一下 其实刚刚我以为这个上面 它是有那个划痕的 但今天我们仔细观察之后呢 其实这个上面 它是贴了一层防护膜 所以当你把这个防护膜接掉 虽然扣掉我们两个指甲 这个你看我的美甲都扣掉了 哈哈 才把这个防护膜全部都扣掉了之后 它的这个表面其实是非常的顺滑 尽小丝滑 OK 它的这个背面也有的 对也有防护膜 所以其实整个大家不用太去担心说物流会划伤我们的这个PVC的这个表面 再一个就是经过我们火眼金睛的观察 我们终于发现墨逸这个上面到底哪里错版了 在这里考一考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请你们用你们的火眼金睛告诉我 墨逸的这一个力牌到底哪里错版了 看看你们的这个眼睛够不够机灵 三 二 一 OK我们揭晓正确的答案请看这一句英文 它的这个换行呢 换到这边的时候 它是有两个爱放在这里 我们真的看到眼睛快瞎了才发现 这里有一个印刷错误 我觉得也是没谁了 够直男哈 这个错误 这个跟大家讲啊 我们现在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出价买下来 这个 这个现场盘买一百年以后 它的价值连城 跟你们说 点藏版 哎呦 看我这个牛吹的墨医生都看不下去了 墨医生直接说我现场表演个皮刹给你们看 OKOK把墨医生装回去 OK我们本期的开箱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预告呢 会是我们炼鱼礼盒的一个拆包视频 大家可以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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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手出来 拜拜